日前爆发Delta群聚案的桃源防疫旅馆 有8人确诊 震动入住旅客全都被迫撤离 12月3号后的入住客还要再隔离14天 有21名住客组成自救会 向旅馆提出精神住宿等集体赔偿 要求每人赔17万元 求偿 但看他的理由 有理由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 而防疫旅馆爆发污染或群聚 恐怕不止一两起 案16887是一名60多岁富人 CT值32.7 IGG IGN都是阳性 但他入境前裁剪是阴性 12月1号从新加坡返台筛检阴性 出关前检验也是阴性 隔离新满前12月16号 因为其他原因就医 裁剪竟然确诊 来接他的侄子被匡列居隔 会验出确诊是因为他在解割时 搬远行李扭伤脚送急诊 再次裁剪才发现确诊 可能是新加坡感染 那也不能完全排除回来 第一天就不知道碰上谁就被感染了 几率不是零 可是这个几率相对上偏 因为台大后来的两次验也都是阴性 没有什么影响 他的侄子控诉 如果没有扭到脚裁剪 恐怕病毒会进入社区 导致社区传播 原本相信政府政策 14天检疫起满就安全 现在被居隔 原本要出国工作大受影响 专家担心连14加7方案都有漏网之余 就怕春节7加7加7方案 会有更多没被验出来的确诊者 流入社区 记者谢君仲 陶教人 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